每年都有毕业季 每年的毕业季就不断地涌现了一批新的作品 今年毕业的有四位同学 我觉得这个四位同学是我从事教学到现在 是整体来说这一届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一届 这一届是对于我来说 带他们创作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从最初的相互之间的探讨 到最后确定的他们的创作题材 并且在过程中间不断碰到问题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间 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这两组作品主要我是想表达 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蓬勃的生命力 我们许愿也种了大片的葵田 所以我每次经过校园的花田的时候 心情会瞬间地灿烂 然后因为向人葵本身就是向阳而生 那蓬勃的生命力 也是我们校园的同学们的那种状态 这就是我所想表达的 其实我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于陈鸿寿的亲购 然后我在写我的毕业论文的时候 就发现古代人的亲购跟现代人有什么区别 那我们现在人的书桌上可能多了更多的电子产品 所以就有了我的第一张学院派这张画 然后进行这些创作的时候 也融入到了当时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一些奇妙的标本的写生 也被我放进了这些创作之中 有了这一张之后 包括后面的另外两张一系列的作品 其实都是有关于现代人的亲购这些方面的 然后融入了我当时的一些生活情况 具体的事物进去 创作灵感很简单 一开始的时候的话 一个是植物 是因为下乡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画到一些有关这方面的 然后关于蜥蜴这些呢 是因为平时比较爱好爬行动物 就是爬虫这些 然后应该也是因为喜欢吧 喜欢会去收集很多素材这些 希望毕业创作的时候 还是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展现出来 感谢观看